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学时迈克注意到其他同学都是由妈妈接送的 他问爸爸妈妈去哪了 约翰只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而没有告诉迈克妈妈抛弃了两人 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平日能得到其他人的帮忙 约翰独自抚养小孩还是很吃力的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迈克能得到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以及约翰得了绝症 命不久矣 于是他联系领养机构 希望能为迈克找一对更好的父母 一个更加正常的家庭 首先是一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夫妻 他们答应以后会给迈克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 以及最好的教育 但这对夫妻中的丈夫表现强势 见面不久就提出让迈克转去妻子读的学校 这让约翰迟疑了 决定换另一家 迈克也开始试探着儿子的心意 问他是否愿意去不同家庭生活 但迈克肯定地说 我喜欢我们的家 但约翰迟早要离开迈克 他没有选择 约翰迈克以后知道他死亡了 理解死亡对一个小孩来说 太残酷了 他希望迈克能完全忘掉领养前的记忆 忘掉他的生父母 而将领养父母当作亲生父母 但领养机构的人员不这么认为 等迈克以后成年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 约翰继续为迈克寻找新家庭 并珍惜这两父子的最后时光 这是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妻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领养三年 今年十岁的女儿 之所以要领养小孩 是因为他们想怀孕 却没能成功 令约翰迟疑的是 这对夫妻中的丈夫说话大胆轻挑 缺少稳重 而从迈克的脸色也能看出 他适应不了这个家庭 迈克似乎也察觉到了 爸爸带他去认识很多亲朋友 还有其他目的 便开始闷闷不乐 去同学家时 一个人待在角落 连玩都不想玩了 约翰时间不多了 他开始尝试帮助迈克理解死亡 迈克在树下发现了 一只不会动的金龟子 约翰告诉他 金龟子死了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死的那天 失去灵魂 滞留下身体 约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上班时因为身体不适 有所怠慢 只被雇主批评并羞辱了一番 约翰当场没有反击 事后灵机一动 决定报复 于是提着鸡蛋 砸上了那个男人家的窗盒车 约翰暗示迈克 以后要学会独立 自己照顾自己 迈克注意到 爸爸不大舒服 他乖巧地盛了一杯水 递给了爸爸 约翰又带着迈克找一个新的家庭 这对夫妇抚养着七个小孩 有亲生的 也有领养的 他们答应约翰 迈克将会是他们家庭最后一个小孩 很明显 迈克面对这一大家子 深情已显得慌张 约翰又放弃了这一家 他和义工说 虽然迈克的生母已经走了多年 但若能重新找回他 可以将迈克托付给他 但义工否决了这一决定 将迈克托付给一个当初抛弃他 这么多年没有联系的人 实在太冒险了 他们也提醒约翰 时间真的不多了 要尽快决定领养家庭 但约翰希望的是能给迈克找到一个 百分百适合与安全的家庭 先前找的都不让他放心 如今 约翰陷入了为难 约翰要迎来34岁生日 而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他带着迈克去商店买做蛋糕的食材 让路人帮忙推荐 路人提了一句 是不是家里妈妈要做蛋糕 这句话让父子俩陷入尴尬 迈克回了句 是爸爸要做 才打破了尴尬 做完生日蛋糕 迈克给爸爸插上蜡烛 对于只有三岁的小孩而言 爸爸已经老了 不再年轻了 约翰想说 总有一天 爸爸会离开你 但迈克似乎有所察觉 立刻转移了注意力 不让爸爸说下去 约翰继续寻找新家庭 这是一个单身女子 一个忍住 家里有些乱糟糟的 他16岁时曾生下一个孩子 但因家人反对 将孩子送走了 多年后 医生告诉他 可能不能再怀孕了 因此他决定领养 但前夫不愿意领养别人的小孩 因此两人分开了 虽然领养要求申请人非单身 但女子还是坚持申请了好几年 因为他真的很想把爱给一个小孩 约翰也说起自己的身世 四岁前 他跟着坐卡车司机的父亲生活 一直住在车里 后来去了寄养家庭 女子对迈克友好 他是这么多领养申请者中 唯一一个主动与迈克平等交流的人 迈克突然问 你什么时候会死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另一对夫妻经济条件更好 他们有能力生育 但选择了领养 见面时 男人将兔子玩具送给迈克玩 而女人直接表示 无法理解迈克的妈妈会离开他 并直接地问迈克 你想要一个妈妈吧 他们觉得 领养是一件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临走前 两人还问迈克 要回了那个已经送出去的兔子玩具 回家时 迈克问道 什么是领养 约翰和他解释后 他说 我不想被领养 这让约翰陷入了沉思 约翰原以为自己很了解迈克 但他意识到 这个决定一直是自己的意愿 而不是迈克的 他以为领养对迈克来说是件好事 但如今 他也不知道这对迈克而言意味着什么了 而迈克 对于死亡这个词越发灵敏 约翰给迈克洗头时 发现头上的狮子都没有了 迈克说了句 都死了 两夫子都陷入了沉默 约翰的身体每框日下 时日不多 能做选择的余地也不多了 约翰越来越急切 忍不住对迈克发了脾气 但两夫子很快又重归于好 迈克也感受到父亲的身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约翰将车子卖掉了 他要打理好一切 为离开做准备 最重要的是 要教会迈克面对死亡 他说 就像帝尔的车子 就像帝尔的车子 但现在的车子 现在的车子 一天 一天 你的父亲 会离开他的车子 但会永远在你 在空中 像帝尔的车子 是的 你不看我 但你能聽到我 我聽到我 你會聽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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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永遠會在你 在雙辨會 在泛在你 在天氣裡 與你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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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约翰整理好了给迈克的遗物 最后便是带他去新家庭了 约翰最终为迈克选择的是 那位单身女子的家 他肯定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2020年 于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电影 《默默无闻》 由乌贝托·帕索利尼导演 詹姆斯·诺顿主演 讲述的是一个快要走到生命终点的年轻父亲 与儿子离别的故事 电影细腻平淡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 与大起大落的情绪起伏 而是克制平稳地展现两父子在离别前的最后时光 电影展现的不仅是父亲在与儿子告别时的艰难抉择 不舍 无奈 也展现一个三岁小孩如何理解死亡与离别 我们常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 但实际上 他们以大人无法预料的速度 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 以独特的角度 理解着人类毕竟的生老病死 正如电影中迈克感受到父亲将与他告别后 对死亡二字的敏感追问 但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 不论是在议题探讨 或是情感体验的刻画上 都是浅尝辙止 未能更加深入 解读空间有限 观影余味不足 但也不失为一部触及内心的作品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